众所周知 慈禧是一个生活过得十分奢靡的人 非常细节珠光宝气的物件 尤其是玉器 而在这些玉器中 有一个名叫玉偶的玉器 深得慈禧欢心 据说还是太监李莲莹献给她的 慈禧连睡觉都离不开她 这玉偶有这般神奇吗 慈禧出自叶赫纳拉 叶赫纳拉市是满清贵族大姓 只是轮到慈禧家族时已经非常没落了 慈禧父亲只是一个普通小官 家境并不显赫 但好在慈禧有自己的优势 她年轻漂亮 聪明伶俐 在十多岁的年纪就来到了宫中选秀 清朝皇帝为了扩充后宫 绵延子嗣 都会在满清八旗女子里从中挑选妃嫔 虽然当时慈禧的家世并不显赫 但她起码有一个叶赫纳拉的姓氏 这也给她入选的资本 就这样 才十七岁的慈禧顺利进入宫中 成为了咸丰的妃嫔 其实慈禧刚进宫时 和别的后宫女子并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她也很漂亮 但后宫里漂亮的女子不止她一个 所以慈禧进宫以后没有得宠爱 好长一段时间都被冷落在一边 但慈禧可不是普通人 她还是有一些手段在身上的 她靠着自己的实力在咸丰面前露了脸 从此以后青云直上 李莲英送给慈禧的育偶 有何用 为何慈禧睡觉时都离不开她 古人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 有很多女性出嫁之前身居归中 也没有读什么书 思想行为受限 可慈禧不一样 她从小就饱读诗书 精通各种语言 文化水平还是很高的 人也很有见识 再看看那时候的清朝 此时正处于多事之秋 内忧外患 咸丰帝每天忙着处理正事 焦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但是这时候的慈禧还能给她帮上一点忙 虽然她称不上才女 但起码她头脑聪明 在帮助咸丰解决问题的同时 也了解到了不少信息 就这样 慈禧凭借过人的手腕在后宫站住了脚 成为了咸丰的宠妃 但更加重要的是 她生下了一名皇子 而这名皇子还是咸丰帝唯一的儿子 也就是同志 只不过咸丰身体不太好 一直都没有注重保养 沉迷酒色 由于身体不行 虽然后宫嫔妃众多 但子嗣数量十分有限 等到她31岁去世时都还只有一个儿子 那就是慈禧所生的同志 而慈禧也靠着同志 开启了自己的大女主之路 咸丰去世后 同志继位 慈禧成功当上太后 可同志当时年纪太小了 因此国家大事都由慈禧说了算 而此时的慈禧野心也越来越膨胀 她不愿意全力落入大臣手中 她总想方设法将权柄掌握在自己手里 李莲英送给慈禧的育偶 有何用 为何慈禧睡觉时都离不开她 咸丰去世仅两个月 慈禧就发动心有政变 将咸丰禁定的八大辅助大臣给阁职拿问 这让慈禧就高枕无忧了 只是不幸的是 同志和他的父亲咸丰一样 身体都不太好 都还没有生下一男伴女就去世了 这时候的慈禧成为了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她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决定 过得比真正的皇帝还要尊贵奢侈 慈禧是一个在生活方面 过得非常奢华的人 据后人统计 她每日在吃食方面 都要至少花掉四万两百饮 她不仅吃喝方面非常铺张浪费 其他方面也同样奢靡 她很喜欢各种各样的名贵珠宝 相传道 她还有一个专门的库房 放置各种宝石 珍珠 翡翠等等 而在这成千上万的宝物中 她最挚爱的就是 一个换作育藕的物件 而这个物件则是 由她身边的大太监李莲英赠送的 而李莲英是最了解慈禧爱好的人 她知道慈禧很喜欢玉器 所以为她找来了各种造型的玉器 除了育藕以外 还有翡翠西瓜 翡翠苹果等等 这些玉器都是很稀有的多色翡翠 看上去跟真的一样 而且它们都是由 雕刻家根据物件的特点制成的 每一个翡翠寓意丰富 所以慈禧非常喜欢 日日把玩 就连睡觉都要将其放在身边 但后人认为 慈禧喜欢玩玉器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信了玉能养人的话 其实古代女子也很注重保养 她们不像现代女性一样 拥有这么多护肤品 所以就将目光放到玉器身上 古人相信玉是温润 能滋养调理身体的物件 所以慈禧没事的时候 就会把玉器放到手里摩擦 或许是真的有功效 慈禧每日妈撒玉器 因此整个人看上去非常有精神 总之比同龄人要年轻得多 我会把玉器放到手里摩擦